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累计下跌达到了1.6%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也在不到一周半的时间里面 从7200点的高度 目前是跌破6800点 跌幅超过了400点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则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上海轻微下跌0.6% 深圳轻微上涨0.7% 整体保持平稳 但是欧洲和美国则继续出现下跌 在昨天晚上 欧洲 英法 德 意大利 三个国家再次下跌 超过1% 美国股市跌幅更为凶猛 在星期一的晚上跌了1000点之后 昨天晚上 道琼斯指数再次下跌900个点 两天时间累计几乎下跌 达到了接近于2000点的幅度 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指数 也分别下挫 达到了2.5%以上 那么股市意外地区 黄金价格从1680的高位 目前有4%的回调 目前报价约为1635 石油价格则轻微 上涨一点点 目前勉强保持在50美元一桶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这次的疫情 我们知道已经从中国扩散到了欧洲和日本 韩国 最近有客户也朋友 也有些朋友在问我 他们担心这次的疫情会不会成为 下一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疫情的事 我们知道 虽然中国现在除了湖北以外的其他省份 新增案例 新增的病例已经非常少了 有的是达到了个位数 或者说有的省份已经连续三天 没有新增的病例 但是中国这边是压下去了 但是其他国家则冒了起来 尤其是韩国和意大利 韩国在上周五的时候突然爆发出100例 之后每天以80到90例的速度在增加 意大利也是一样 突然就是70多例 然后就是六七十例每天 这使得欧洲或者说全世界的股市 都为之震荡 或者说是下跌 简单说就是下跌 为什么呢 以前大家是想 这一次的冠状病毒 也许就像03年的SARS一样 只要中国压下去了 那就完事了 世界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估计一两个月就能搞定 没想到这儿中国就要搞定了 其他地方开始爆发了 我们知道 像其他国家不像中国 有这么强的控制力 可能日本和韩国相对还好一些 毕竟他们也是亚洲国家 但是到欧洲国家崇尚自由 这就不好办了 它不可能像武汉一样封城 强制你去方舱医院 或者说小区封闭化管理 这是不可能的 那势必就很难切断全部的传染源 所以说大家担心的就是欧洲 现在我们知道欧洲是深耕国家 是可以免签证进入的 换句话说 你开辆车从意大利 可以直接开到法国德国 甚至于北欧 那就是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欧洲股市 为什么下跌这么多 也是担心欧洲对疫情的控制力 并没有像中国这么强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次的疫情并不会是一个金融危机的导火线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回顾过去100年 100年人类历史 就从1900年开始算 第一次比较大的危机 是19世纪20年代 在美国爆发的黑色星期五 导致了大规模失业潮 以及再到后来 1960年初 或者说是当时的石油战争 中东战争导致油价飙涨 70年代 80年代也是一样 导致油价从30多美元 当时上涨至80多美元 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萧条 再到2007 08年 由于房地产泡沫导致的世界金融危机 每一次的原因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战争 有的时候是能源 有的时候是房地产 但是在过去的100年 没有一次是因为病毒 或者是疫情 虽然在中世纪欧洲 比如说当时的鼠疫 天花 黑死病 的确是引发欧洲的萧条 那都是四五百年前的事 人类发展到现在 医学和科学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我相信这次的疫情 虽然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 但是我们是有能力 能够控制住 它不会演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那么也正是基于这一个判断 我认为现在股市的下跌 是暂时的 可能这个下跌持续时间 会比原来我们认为 只要中国压下去 它就可以回反弹 要再长一些 但最终如果从2020年全年来看 我认为今年并不会是一个 金融危机开始的年份 所以说之前对于股市判断 基于政策性 比如说降息 降准 印钱等等这些判断 依然有效 现在的回调 是暂时性的回调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第二个话题 我们来聊一下的 就是有关中概股 受到这次影响 在澳洲股市上的表现 在昨天澳洲最知名的 这个红酒奔赴酒业 奔赴红酒的母公司 叫做财富酒业 TWE 再次公布了 这个叫做是盈利预警 也就是说 它告诉股民们 我第二次调整 我自己的销售目标 和盈利目标 因为之前设定的 我达不到了 为什么达不到呢 主要的理由是 由于中国冠状病毒疫情 虽然现在控制住了 但是 这个全国一线 二线三线城市的消费 特别是红酒消费 迟迟上不去 应该说 我们知道 不仅仅是奔赴酒业 或者财富酒业 很多在澳洲上市的 主要客户和销量 来自于中国的 这些上市公司 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包括像 我们知道的 吃饱健品的 奥家宝 Black Mall 包括 做航空旅游的上市公司 或多或少 都有影响 就连是奶粉公司 A2贝拉美 股价也下跌了 只是没有像 财富酒业 或者是 奥家宝一样跌 30% 40% 这么多 但是同样是做中国产品 做中国市场 由于产品的不同 他们跌幅也不一样 就像这次疫情 虽然已经暂时控制 主要控制住了 但是大家依然不敢 很多人一起吃饭 所以说 当疫情来的时候 酒可以不喝 保健品 可以暂时不吃不买 但是像 婴儿用品 尤其是 孩子吃的奶粉 还得天天吃 即便是家里 目前收入下降了 但是一个月 还是挺得住的 所以说 这个奶粉的销量 特别是 婴儿奶粉 并没有 因为这次疫情 产生太大的影响 即便是物流上 有一些延迟 但是该喝的 那还得喝 红酒就不同了 旅游也不一样 甚至于 保健品就更不用说了 这些非生活类必需品 受到疫情影响 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在区别产品 或者区别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自己的思维 其实也可以想得出来 当 比如说封城 比如说疫情来了 我们会天天还喝红酒吗 跟朋友会聚会吗 是不是 天天还会去代购 买保健品吗 不会的 但是 有一些生活必需品 那还得用 柴米油盐 尿布奶粉 还得天天用 所以说 同样是中概股 在澳洲上市 做中国市场 但是 不同产品 导致着他们的股价 也会有很大差别 那么所以说我们做投资 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和概念 也许你不 不需要懂得这个 看财务报表 不需要懂得非常复杂的 金融方程式也好 金融知识也好 不需要这些 但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理智的 理智的投资逻辑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当这个事情发生 这个公司会不会受到影响 因果联系 有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复杂 所以我们的节目 也是希望 通过一些简单的道理和逻辑 教会大家一些方法 和思维判断的用途 能够使我们在生活中 在投资里 少走一点弯路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和疑问 欢迎致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